市長今天怎麼會來看這個展 我一直都很喜歡這個宮崎駿的動畫 尤其是我超愛看電影的 女兒兒子小時候也非常喜歡看動畫 動畫片 宮崎駿還有很多的吉普利的導演 都可以算是在文創界非常的成功 我們也希望將來台灣的文創產業能夠非常的棒 我們有很多很多的插畫家 很多很多的動畫工作者 將來讓我們的動畫產業 讓我們的這些文創產業也能夠發展起來 那有最喜歡哪一個角色 這樣子 我喜歡龍貓 龍貓是雍容大度很穩健 女兒喜歡的是神隕少女裡面的白龍 他特別講爸爸要講神隕少裡面的白龍 因為不畏艱難遇到什麼樣的困難都非常的冷靜 沉穩 從容面對 那你會想要當龍貓還是白龍 看起來現在龍貓在旁邊當然還是當龍貓 男生可能很多小男生都比較喜歡龍貓 那我只是說女兒我在陪她看的時候 蠻喜歡神隕少女裡面的白龍 說到這雍容大度 昨天主席又拋出了這個特邀的選項 就初選之後又徵招 徵招之後又現在拋出一個特邀 好像就是要為這個韓市長解套 你怎麼看 其實我這幾天都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我們徵招就大大方方的徵招 那韓市長今天回來 那我們希望主席盡快的跟韓市長見面 表達主席的意思跟中央的意思 還有很多黨員的大家共同的期待 如果韓市長能夠接受徵招 那整件事情就很單純 那我們就大大方方的徵招 全黨團結一致 打贏勝仗 王經理4月2號4月3號也要見韓國瑜了 那你會不會也是乾脆主動出擊 主動來見他們幾個 我不是兩個多禮拜前 在跟韓市長見面嗎 那我也希望這個 大家都見面 多聊聊 全黨團結一致 因為事實上 大家期待的是 2020 國民黨勝選 台灣贏 中華民國贏 尤其是大家看到 這幾天 賴清德院長跟蔡英文總統之爭 這個蔡賴之爭 現在搞了半天 原來是賴院長指的蔡總統說 他答應他的兩件事沒有做到 一個就是台獨 一個就是特色陳水扁 我想這讓民眾看清楚 原來民進黨就是這樣子的一個交易 那原來這中間就牽涉到很多的政治陰謀跟騙 市長幫我們講一下好不好 現在黨內 這個紛爭聲音也蠻多的 那吳主席接受專訪說到 當主席可以間接性的重聽 有沒有呼籲他帶個助聽器之類的 我想全黨最重要目前就是團結一致 共同的努力 大家為什麼我說 徵召就大大方方的徵召 讓事情單純化 因為畢竟進入初選總是要 紛爭兩三個月 那民眾也不想看到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才希望說 把事情盡快的盡快的 能夠有一個結論 黨中會好像希望說用特邀的方式 讓韓國瑜化主動為被動來納禁初選 你怎麼看 我剛剛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我說徵召就大大方方的徵召 如果要進入初選 那是公平的初選 但是初選總是要經過兩三個月的時間 好 謝謝 市長怎麼看NCC開罰特定媒體 怎麼看NCC開罰特定媒體 我希望台灣不要因為政治立場的不同 就對某一些特定媒體 進行這樣子的一個 可以算是懷有政治目的的處罰 如果這樣可以做的話 那我相信 不管從國民黨執政到今天 很多的特定的媒體 也是不但的攻擊國民黨 攻擊藍軍 那是不是也要開罰 市長幫我們講一下好不好 吳主席 謝謝